《啟史律十四章》說到有十四萬四千人 而之前也說到兩群人 我在這裏打出第一群 就是在《啟史律第七章》說到以色列人 不…對不起,在這裏說… OK,在這裏 以色列人有十四萬四千人 受神的印記有十四萬四千人 接著有第二群人 這群人是沒有數目的,是有很多人 由各個國家來到… 但這裏是天上的,在寶座和羔羊面前敬拜神 然後說到這群人是甚麼人呢? 就是在大患難中出來 那如果在大患難中是甚麼人呢? 沒有說,聖經沒有說 只是說到這些人在大患難中出來的人 即是兩群人,一群是以色列人 一群是外邦人,即是不同國家的 然後這次第三段經文是《啟史律十四章》 就說到第三群人 即是他沒有說到那些… 即是說在大患難之前已經死了的人 到底他們會在哪裡呢? 他們去哪裡呢? 聖經沒有說到的 好,我們這次就會看這第三群人 這第三群人,首先我們要了解他們的位置在哪裡 這要說的就是首先是說在石安山 我們一起讀一下 十四章一節開始 我又觀看見羔羊站在石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萬四千人 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寫在額上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 像種水的聲音和大雷的聲音 並且我所聽見的好像彈琴的所彈的琴聲 他們在寶座前 並在四活物和種長老的前唱歌 彷彿是新歌 除你從地上買來的那十四萬四千人以外 沒有人能學者歌 好了,今天講到有十四萬四千人在石安山 我們查聖經就要了解到 這個石安山是地上還是天上 為什麼天上都可以有呢? 我下面有講到 在啟示六十一章十九節一起讀 神天上的殿開了 在他殿中現出他的藥櫃 在天上也有神的殿 也有天上的藥櫃 所以讓我們看到 有很多東西在地上 好像是預表天上有的情境 天上也有神的藥櫃 也有神的殿 在後面的藥櫃 在後面的藥櫃 不用說了 好 讓我們看到 石安山也可以在天上 但我們怎麼知道是天上還是地上呢? 我們要去研究 因為曾經有人跟我討論 他說這是地上的 我們怎麼用經文去證明呢? 其實我們查什麼經文 我們都要從經文去發掘 他的意思 大家去想想 有什麼地方去證明 這個情境是天上而不是地上呢? 我們開始的時候 我們不要有一個定見 但是我們從經文去達到的結論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把結論說出來 因為之後才是討論的 好了 這裡說到 就是在高陽站在石安山 好像地上 石安山就是 在耶路撒冷聖殿的位置 那裡就是石安山 有十四萬四千人跟他在一起 就是有神耶穌的名字 以及天父的名字 寫在額上的 有聽到天上有聲音 好像種水的聲音 以及大雷的聲音 天上有發出這些水的聲音 以及大雷的聲音 以及我所聽到的 彈琴 所彈的琴聲 也有聽到琴聲 他們在寶座前 重點就是 這個他們是誰 為何我要講這些討論 我才讓大家知道 原來對於聖經的人 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這個他們是不是十四萬四千 他說不是 他說是天上的聲音 即是天上有些人在唱歌 就不是這十四萬四千 就是這十四萬四千人在地上 然後有些人在天上 他們就是那些聲音 聲音不是他們 他們是人 他們不是聲音 他說他們是甚麼呢 在第二節說到天上的聲音 以及種水的聲音 大雷的聲音 就是天上的聲音 那些來源 就是他們 OK 但我們如何回應他呢 下面看下去了 他們在寶座前 以及四惠物 以及種掌路之前 唱歌 唱甚麼歌 唱甚麼歌呢 唱新歌 除了從地上買來的十四萬四千人之外 沒有人能夠學這首歌 即是誰會唱呢 十四萬四千人唱 即是在四惠物和長老面前 這四惠物是在天上的 因為它不是地上的生物 而是天上的生物 在四惠物和長老面前唱歌 而這首歌 只有那十四萬四千人會唱 那是否即是那十四萬四千人唱歌 大家看得到茶經的方式 用茶經 沒有人會唱 就只有他們會唱 所以他們在寶座面前唱 就是十四萬四千人 不是天上的聲音 他的意思是這樣的 地上有西安山 有十四萬四千人 就聽到天上唱歌 在天上那裡唱歌 不是他們唱 因為他想達到這個結論 他就說 在這時候 耶穌已經降臨在地上 即是他有這個結論 但是我就告訴你 這個經文不是說到這件事 而是說到天上的情景 因為他們在四惠物和長老面前 去唱歌 而這首歌只有他們會唱 所以肯定是那十四萬四千人唱的 所以答案 從經文是天上的石鞍山 而不是地上的石鞍山 然後第十四章四節繼續讀 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 他們原是同身 羔羊無論往哪裏去 他們都跟隨他 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 作初熟的果子 歸於神和羔羊 在他們口中拆不出方言來 他們是沒有瑕疵的 這十四萬四千人是很奇怪的 怎樣奇怪呢 他們沒有沾染婦女 那是否沒有結婚呢 所以天主教他們也不結婚 那些神父也不結婚 那是否意思是 你如果想成為這十四萬四千人 是特別的這群人 你又不可以結婚 或是否這個意思呢 譬如保羅也沒有婚 保羅也有婚 比特也沒有婚 比特也沒有婚 那是否真的字面說 沒有結婚呢 原是同身 是否真的沒有結婚 或是指到靈內的 沒有敬拜其他假神呢 接著講到 他們無論羔羊去哪裏 就跟著羔羊了 他們是從人間買回來的 作初熟的果子 我們每個都是人間買回來的 每個都是耶穌買回來的 不過不是每個都是初熟的果子 為什麼呢 因為你種地 什麼叫初熟的果子 譬如你種一些生果 最初出的那些 就叫初熟的果子 最美的 然後後來再出 那些就沒有那麼美的 他們賣 初熟的果子就美一點 所以這群人是比較好的 特別好的 他們有什麼好呢 是沒有謊言 以及沒有瑕疵 即是沒有說過謊言 以及沒有任何的瑕疵 問題就是 那是否有些人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零罪 就算不當他信主之前 信主之前 過了也有罪 即他信主之後 有沒有人是完全沒有說過謊言 完全沒有瑕疵的呢 在羅馬書三章十節 我們一起讀了 就如經上所記 沒有異人 連一個也沒有 是沒有異人的 我們每個人 在以賽書也說 我們所行的義 好像污慰的衣償一樣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罪 我們根本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 所以這個到底是否絕對 下面我會說 這十四分四千人 是否絕對的完美 還是相對的完美 什麼叫相對呢 他比較其他人是完美很多的 他真的很偉身 不說謊言 不過他一生人中 信到耶穌之後 他也一定有說過謊言 什麼叫謊言呢 有時可以一些誇大都是謊言 任何一件事不是這樣 他誇大了 或者降低了 譬如有時有些人問你 是否你做錯了 不是啊 他先做錯了 他先做錯了 但他會說 他先做錯了 然後才到我 但他這個說法 即是減低了他錯的程度 那也是說謊言 是他先做錯了 他也是說謊言 到底是否真的有人 在一世人 當他信耶穌之後 都沒有說謊言 和沒有瑕疵 從聖經 是沒有的 即是沒有人這麼完美 所以這個 應該是相對地 而這個沒有結過婚 到底是真是 沒有結婚 後來他自己 真的專心愛耶穌 他大部分的時間 是很專心愛耶穌 我們知道這些人不是 他們不是真的完全的完美 但他們是否沒有結婚 我不能夠絕對肯定 應該這麼說 他們是否真的全部沒有結婚 可能是 或者不是 是否就是這樣 愛主的人有大群 有一部分真的沒有結婚 這些人才能夠結婚 才能夠結婚 十四萬四千 或者是都沒有結婚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們中間有些人沒有結婚 肯定 未沾染婦女的部分 我不能夠絕對從聖經 解釋到一定是靈女的結婚 不能夠說 因為他沒有經文顯示 他沒有證據 但下面的部分 我由其他經文可以證明 是沒有人完全沒有說謊 所以這十四萬四千 應該是超級愛主 超級偉身的基督徒 如果大家想成為這十四萬四千之一 你就超級偉身 超級愛主 希望你可以入到這十四萬四千 另一個問題就是 這十四萬四千 是不是真實的數目 或是一個代表性呢? 我們曾經說過 以色列人中 是不是十四萬四千人得救 我們計算數字 只是現在活著的 以色列的基督徒 都不止十四萬四千 數目是超過的 所以聖經所說的十四萬四千 有很大可能 不是說到一個真實的數字 而是一個代表性的數字 因為從現今 即是有生命表現的基督徒 都應該超越十四萬四千 所以在第七章所說的 就不是真的十四萬四千 所以這裡也不是一個真實的 應該的 這也是應該的 在色經我們要很小心 一件事 哪一部分是我最清楚的 肯定 哪一部分我不肯定 我們不肯定的地方 我們就開放 有一天 如果發現有另外的經文 給我們有答案 我們就會接受另一個答案 即是說我們不是去一個 沒有肯定的地方 不要下一個肯定的結論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將來我們到末世的時候 當我們看到應驗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這個地方肯定 這個地方不肯定 我們就會知道哪一部分是真實的 這一點我希望大家學習這種色經的原則 那為什麼我要這麼小心呢 因為聖經說 哪個人在聖經裡加添任何的說話 我就要將這個聖經上的懲罰 加在他身上 哪個人減少聖經的部分 神就要將他的名字從生命冊上刪除 是不是很嚴重 但有沒有聽過他們解經很隨意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我們不去判斷他 等神了 我不去判斷 即是我們宣說是真實的 誰是真實的 我們就說真實 尤其說到啟示錄 真是因為有很多不同意見 我們要這樣分辨 哪個部分肯定 哪個部分是可能的意見 我也是會這樣說的 可能的意見 正先說到這裡是天上 我肯不肯定呢 我肯定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只有十四萬四千人會唱這首歌 沒有人會唱 所以唱這首詩歌 第三節 他說在寶座面前唱這首歌 是新歌 是沒有人會唱的 即是他們 即是他們在天上 所以這個一定不在地上的石岸山 是天上的石岸山 這是我可以肯定的 即是我們在起聖經的時候 我們要看哪些是肯定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保羅書信的那些 那些大部分 那些都是 講到神學上的 解釋神學的 那些 可以說 全部都是按字面解釋的 雖然他有 他有代表性的語言 沒有的 總之你的行為顯露出來 總之你的行為顯露出來 有些是剩下的 有些是燒掉的 即是哪個部分有可能是 代表性的語言 但有一件事肯定 有這個經文是甚麼呢 是我們所有的好行為 都要被試驗 這就是肯定的 大家能否拿到這個意思 也可以說 應該不是有些火來試 所以我如果說應該 如果你留意我的話 我會說應該不是有些火來試 還有我們的行為 不是一塊塊放在這裡 看看燒一下 燒一下燒不燒到 有些人可能會說 燒不燒 你太細心了 你真的很細心 你逐個字逐個字 這樣撿 撿到甚麼時候呢 那我說不要緊的 總之我們要小心看聖經 好過你亂看 或者你很瘋狂的看 看完後 你又不肯定是甚麼 我哪個地方肯定 我查完後 我會更加肯定 那你說我是否100%肯定 有些經文是很肯定的 譬如說得救本乎 因直覺信是很肯定的 但是啟示錄有些地方 我都不肯定 譬如說那些14萬4千 他們在天上 我經聞我可以很達到 真是聖經說是天上的 所以我能夠肯定 但是他們是否同身呢 我不知道 我會說我不知道 不過應該不是說到 他們沒有結婚 應該結婚那些 很偉身的基督徒也有份的 給我們一個這樣的看法 原來天上有分開三群人 以色列人一群 外邦人一群 還有一群 可能以色列人中也有 外邦人也有 特別愛主的 特別是口中沒有謊言 即是說真話 生命沒有瑕疵 全心給神 這群人是有特別的待遇 耶穌去到哪裡 他們跟到哪裡 跟耶穌很密切 有些人說 我都不想跟 我去享受天上的地方 我都不需要跟著耶穌 如果心都沒有這個心 那你當然不會是這群人 但有些人就算你想 也未必能進入這群 我想問大家一個點就是 你會不會想是這群人之中一個呢 你想不想 你會不會付出代價 我又會這樣覺得 這群人十四萬四千 那其他人是否軟一軟 那群人就近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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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怎樣的 我知道就算遠遠也好 跟耶穌都一定是很近的 不過有些人真的近得很近 那群人就近一近 那群人就近一近 那群人是很親密的 那大家會不會想 成為這群人之一呢 你想呢 你就真的在地上 那群人都是真的 整天都尊神為聖 整天都喜歡神 以神為樂 歡喜神所有的行為 願意聽完神的說話 整天榮耀神 福視神 祝福人 那時候 神就歡喜 你就越有可能 接近這十四萬四千人 那我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因為在末後的日子 真的很需要這樣的人 才能夠為主作見證 我希望大家都是說 神啊 我想成為這群人 其中的部份 而不是說 無所謂 總之入到天堂也夠好 那就真的 入到天堂也夠好 有些人說 我入到天堂已經夠了 其他人我不用想了 但我希望大家 追求一個更加 和神密切的關係 好 接著我們看下 這裏也看了 初熟果子就是我所說的 這群人是特別愛主的 是獻給神最美好的果子 這群人是 他們所獻上的 是比其他人更美好的 就說到這群人了 第六節開始 就說到三個天使 我們一起讀 我又看見 另有一位天使 非在空中 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 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國、各族、各方、各民 他大聖說 應當敬畏神 將榮耀歸給他 因他施行審判的時候 已經到了 應當敬拜 那創造天地海和眾水傳源的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著說 叫萬民喝邪淫 大怒之酒的巴比倫大成 傾倒了 我們讀下面 第三位天使 又有第三位天使 接著他們大聲說 若有人拜壽和壽像 在額上或手上 受了印記 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此酒針在神憤怒的杯中 唇一筆集 他要在聖天使和羔羊面前 在火與流氓之中受痛苦 他受痛苦的煙往上無 直到永永遠遠 那些拜壽和壽像 受他名之印記的 奏夜不得安寧 聖徒的忍耐就在此 他們要守神誡命和耶穌真道的 有一點很重要的問題 下面我們就寫了 第三位天使宣告會在大災難 即他宣告那些所有拜壽和受印記的人 他們會在流氓的火壽中燒 因為將來會有獸 就是一個敵基督的系統 我們上次也有說過 很可能是一個系統 因為它說到七頭十角 說到七頭又是七個王 十角又是十個王 其實我們不能夠絕對肯定是甚麼 但是我們總之覺得它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個系統 好了 這個壽就會製造一個壽像 要人們拜壽和受壽印記 才可以做買賣 然後第三位天使宣告 哪一個拜壽和受了壽印記 他們的份在哪裏呢 在火與流氓之中 即是說凡是拜壽和受了壽印記的人 可否有機會得救呢 是不可以的 凡是拜了 這裏說到 如果有人 如果有人拜了 拜了 即是說這些人 凡是拜了的人 他就一定會喝神大露的酒 好了 我想問大家 這個天使飛在天上 到底它是在大災難的初期還是後期呢 是否每個人都受了壽印記 接著他就宣布了 你受了壽印記 你就落地獄了 因為是初期呢 你覺得是後期呢 問問大家 不如舉手吧 有幾個覺得是初期 有幾個覺得是後期 OK 兩方面都有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也不肯定 不過我覺得傾向於 我覺得是早期 因為按照神的聖情 他沒有理由 等你們 受壽了 受了壽印記 接著 你們死了 落地獄了 聽到消息 真的很慘 有些人不知道這麽嚴重 受了壽印記 有些人沒有看聖經 因為很多人沒有信耶穌 沒有看聖經 受了壽印記 便可以買賣 很簡單 譬如現在用的那些 什麼 什麼 現在的那些什麼 通 不懂得說的那些 那些手機程式 可以買東西 對嗎 將來每個人都一定要用這些方法 而且你要拜 要拜基督 你才可以有這個印記 有很多人就說 那我拜 有什麼所謂 那些人以前又拜 黃大師 又拜 觀音 拜多一個 拜了便可以買東西 很多人當然會方便 會拜 然後 後來才宣佈 你拜了在地獄 是不是很嚴重 按照神的聖情 神是想人得救的 神不是想人說被人壞 所以 由這件事 應該這個天使的宣告 是在大災難的初期 到底是宣佈了要拜壽之後 即是立即做 因為未拜壽已經宣佈了 那這個我就不肯定 因為它實際上沒有說清了時間 不過我只是由神的屬性 我會覺得這個是在大災難的初期 這一點 那有沒有人有什麼原因 應該在後期 如果你看時間 因為啟示錄 你看時間好像已經過了很多 但我們要知道 其實啟示錄是 重複講世日末日的 我現在跳一跳去 後面那裡看看 七次講到世日末日的 啟示錄不是順時間次序的 第一次第六人 我們不詳細讀 那裡講到神憤怒的大日 那些人就要 叫山、岩石 倒在身上 第二就是第七號 審判死人 以及賞賜所有神的兒女的時候 第三是人子用快簾刀收割 就是這次我們也會說的 用快簾刀收割 人子採雲中收割 即是就像馬太二十四章 講到人子在雲中駕雲降臨 然後第四次就是第六 第七話就是 神全能者的大日爭戰 神全能者那一天 那天大日子爭戰 然後第五就是 十王和壽同高陽爭戰 那和高陽爭戰還有沒有打呢 不會打幾年 不會的 耶穌一來一打就打贏了 第六就是啟示錄十九章 通常人們都會說 這是世界末日 就是地上的眾王和主去打 然後第七章就是啟示錄二十章 就是撒旦迷惑列國 他圍著聖徒的營 有火降下來消滅他們 即是重複說七次 那到底是七次末日 還是七個角度說末日 這就是 我覺得 一定是七個角度 而不是七次 這個我們遲些 再會去到啟示錄二十章的時候 會再說 OK 好了 那這裏 我覺得 應該是在大災難的初期 警告那些人 你不要受這個受孕祭 好了 那第一個天使說什麼呢 就是傳永遠的福音 傳給住在世上的人 那傳給多少人呢 是各國 各族 各方各民 就是全部人都傳了 每個人都聽到 其實很厲害 你想想想 有個天使在天上飛 飛過一邊 在一邊大聲說 你們應該敬畏神 將榮耀歸給祂 你只聽到聲音都會很震撼 還有你看到天使 天使在一邊飛 一邊說話 全世界都會很震撼 那些人一定會說回來 好了 當人們聽到的時候 應該的反應是什麼 天使在天上傳福音 叫我們敬畏神 是不是應該每個人都相信耶穌 不過很多人就不肯相信 這個就是神在末後的日子 其實祂是掌權的 對於末日很多人的看法 很多人很害怕 死了 快點快點被提 但聖經說不是災難前被提 是耶穌回來的時候才被提 是接基督徒到祂那裡 你不用擔心這件事 總之我們一定會明白 總之 譬如人們去到天堂 看到耶穌的時候 他們不是發覺他們說話 他們的意念 從耶穌那裡傳過來 怎樣的方法 我們不知道 總之 我們一定會聽得明白 全世界人都知道 要敬畏神 榮耀歸給祂 因為祂會施行審判 也宣布要施行審判 所以我們應該敬畏 這位創造天地海和眾水傳源的神 這是第一個天使 就是叫人們去信耶穌 第二個天使 就是講到巴比倫大城 這個巴比倫大城 未必真是現在的巴比倫 有很可能是講到一個 總之將來這個世界 很多集中的人在拜偶像 邪靈充滿 這個地方是邪靈充滿的地方 這個大城就會倒閉 這裏下面寫的問題 全世界人是不是都聽到 這個天使的宣告 在這個經文 是應該全部人都聽到的 那這些天使會不會 堅固基督徒和吸引人信主呢 我覺得是一定會的 不過也有很多基督徒說 不能吃 天堂是怎樣 我現在可以先吃 我餓死了 明天餓死了 很多人會這樣 我餓死了 我死了 不行了 我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 一定要拜 有些人會這樣 他不會想遠一點 現在也是 很多基督徒說 很多基督徒說 很有喜樂 我的平安 不行的 我很多煩惱 很多病 我不開心的 有些人總是會注目在他的問題 我希望大家不是這種基督徒 是注目在神 神是這麼真 我們就真的 有天使這樣報信 我們真的應該每個人都相信 以及不信的人都應該很多信 其實在末後的日子 只有很多見證 那兩個見證也是全世界的見證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會說 我真的不怕這個大災難 我真的要信靠耶穌 跟從耶穌 接著是第三個天使 我們大約說了 所有人拜壽和壽像 受了印記的 就會學神大露的酒 這個酒針在神憤怒的杯中 唇一不雜 即是完全是憤怒 很厲害 唇一的憤怒 談到在那些所有拜壽的人身上 他在聖天使和羔羊的面前 在火與流氓之中受痛苦 他們的痛苦的煙往上霧 一直直到永永遠遠 那些拜壽和壽像 受過他命的印記的人 奏夜不得安寧 永遠都不得安寧 聖徒的忍耐就在此 我們要守神的誡命 和耶穌真道 即是說 我們看到這些事情這麼恐怖 我們就有忍耐的心 我們就要守神的誡命 去親近神 遵從神 遵從神 侍奉神 即是說我們知道 那個結局是怎樣的 我希望大家聽到 這三個天使 和之前我們說過兩個見證人 就知道 在末世有神很多樓下的見證 我們就堅定相信 在大災難都是神掌權的地方 因為甚至敵基督的勢力 給他四十二個月 都是神給他這個權兵 所以我們不需要害怕 好像魔鬼厲害 魔鬼絕對是被神掌管的 有些人就說 為何不要有大災難 到時到後 我們就全部 耶穌回來便簡單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 很多基督徒 愛耶穌 倚靠耶穌的心 是百分之一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靠自己的銀行戶口 靠他的份工 他根本不需要倚靠神 但是到了末後的日子 那些基督徒 你想能夠維持生命 一定要完全倚靠神 因為是不能吃 不能喝 不能喝 沒有水 沒有水喉 沒有電 很多東西都沒有 你想想 水變了血 怎麼會有電呢 周圍的環境是完全不同的 在那時候 他要不就拜壽 壽就供應他一段時間 之後都不行了 要不就完全依靠神 神去供應我們的需要 亦都生命在神的手中 所以這才我們唱首歌 Christ in me is to live to die is to gain 就算死了 我們都對我們有益處 在基督裏面 好了 接著有十三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 你要寫下從今以後 在主裏面 而死的人有福了 聖靈說 他們識了自己的勞苦 做功的果效 也隨著他們 我去找圖 有個新娘的裙子 拖著 作功的果效 我形容 即將來我們每個 聽神說 我們服侍主 我們永遠永遠 做功的果效 跟著我們 到底這個情況是甚麼 在《哥倫多前書》十五章 是可能有回答到這件事 不過我們現在不看 那裡說到甚麼呢 它說將來我們復活是甚麼形體 在地上有地上的形體 天上有天上的形體 天上的形體 又有星、月、日 這顆星的榮光和那顆星的榮光都不同 將來我們復活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經文有可能說到甚麼呢 將來我們復活 有些人就像太陽的榮光 有些人像月的榮光 有些人像星的榮光 不過星的榮光也有大星和小星 有些人說不要緊 我小光就可以了 我不用太陽光了 但是呢 由《春黑及記地》三十四章 那裡所說的 三十三章 那裡說到甚麼呢 摩西求見神的榮耀 求見祂的榮耀 但是神回答祂是甚麼呢 我將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經過 即神的榮耀就是祂的恩慈 即神的榮耀就是祂的恩慈 在神的愛之中 即將來愛神的人 你會經歷神的愛是濃度高到 哇 不斷地感動 有些人說 我都不想那麼感動 總之有些感動都可以 但我們到時會經歷一個極之高度的愛 哇 經常都是這種愛 哇 神啊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感謝天父 多謝天父 哇 在裡面爆炸出來 我自己經歷過 當安卡羅為我按手的時候 那些愛真的爆炸進去 那我現在隨時一想耶穌 我都會裡面的喜樂 愛湧流 那我覺得很好 但是我知道我現在的經歷 是天上的億萬分之一 將來那些更厲害 那我就很想更加進入 那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 我希望大家都想 能夠活在神這種 祂這種恩典 祂的恩慈之中 直到永遠 所以這裡說到 他們適量自己的奴婦 作供的果效 除了他們 其實 基督徒從歷代以來 他們一死就是適量自己的奴婦 所以我查經就問這個詞 從今以後 為什麼要著重這個詞呢 以前的基督徒死了 都是適量自己的奴婦 作供的果效都除了他們 但是他們是從今以後 那為什麼從今以後呢 就是說 有些東西從以前不同 從今以後 可能是他們已經開始 經歷到這個作供的果效 所以有可能 這就是一個末後的審判的時候 就是從今以後 他們現在能嘗試到這個作供的果效 大家能夠明白我的意思嗎 之前一向都是這樣的 從今的那一刻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一刻開始有些東西不同 所以才叫做從今以後 從今以後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他們會適量奴婦 什麼時候死的人都會適量奴婦 信主的人死了 但是作供的果效 是不是一定跟著呢 有可能是那時候開始 真的是一個審判之後 所以跟著 所以這也是一個末日的經文 跟著下面說到就是人子 在雲上 丟這個快念刀 我們一起讀一下 第十四節 我又觀看 見有一片白雲 雲上坐著一位好像人子 頭上戴著金冠面 手裡拿著快念刀 又有一位天使從殿中出來 向那坐在雲上的大聲哭著說 伸出你的念刀來收割 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 地上的莊戒已經熟透了 那坐在雲上的 就把念刀涌在地上 地上的莊戒就被收割了 其實這裡說到人子 但另外一個天使也有念刀 第十七節 又有一位天使從天上的殿中出來 他也拿著快念刀 又有一位天使從祭壇中出來 是有權並管火的 向那坐快念刀的大聲哭著說 伸出快念刀來收取地上葡萄樹的果子 因為葡萄熟透了 那天使 這才說到人子 但天使把念刀涌在地上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雕在神憤怒的大酒詐中 那大酒詐踩在城外 就有血從酒詐裡流出來 高到馬的雀環 遠有六百里 這裡說到 是有人子和天使 他們把快念刀放下來 而那些血流出來 是有六百里 這是華里 中國里 如果轉為公里 就是二百九十六里 如果開車 現在的時速是八十 八四 就是三個多小時的路程 三個多小時的路程 去到馬的雀環 這麼高的血 這是一個審判地上的時刻 我們再看這裏 這是白雲 你問這個 他說是好象人子 為何 或者不是人子 不過從經文 我們知道這個一定是人子 為什麼呢 還有誰在這個情況下 是審判萬民的 是好象人子 會不會是魔鬼 一定不是 那會不會是另一個天使 另一個天使 又不會叫他好象人子 所以這裏是人子 但是為什麼他叫好象呢 可能在異像中 他見得不太清晰 所以他就用好象 可能 我不清楚為什麼他用好象 但這應該指導 肯定是人子的 耶穌戴著金冠面 拿著這塊鐮刀 有一個天使跟他說 向那座序雲上的大聲喊 就說 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 是收割 收割的時候已經倒了 地上的莊戒已經熟透了 這個座序雲上 就把你的鐮刀丟在地上 收割 這個莊戒就收割了 然後天使也拿著這塊鐮刀 也有大聲叫他把新出的鐮刀 收割 當他收割之後 就形容了 這是葡萄 那些人不是變成葡萄 這是一個計畫的語言 那這些血是否真血呢 應該是真血 那是否真的296公里那麼長呢 因為這是一個形容詞 我覺得也不用執著 很可能是 總之很大灘血流出來 很多人死 好了 到底這是什麼時候 我們看看馬太24章29節 一起讀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 三十節 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 他們要看見人子 有能力 有大榮 要駕著 天上的雲降臨 這話說到 耶穌回來馬太24章 那些災難以前沒有 以後都沒有 這個災難一過去 日頭要變黑了 月亮要變紅了 天上的天上都要震動 然後地上的萬族都要哭 然後他們看見人子有能力 有大榮 要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這次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和人子在白雲上 丟這塊蓮刀是否同一事件呢 絕對是 絕對是 不是應該 絕對是 即是不會說 首先大災難過後 大災難過後 然後人子降臨 難道第一次降臨 就丟這塊蓮刀 又收回上去 然後第二次又降臨 根據《馬太福音》24章 人們就哭了 接著就看到人子有大能力 有大榮耀降臨 其實是同一事件 就是審判的時刻 就不像耶穌一次 快蓮刀一次就在雲上降下來 是同一事件 即是審判世人的時候 即是凡是沒有信靠耶穌 和凡是沒有跟從耶穌 有些人有個觀念 我信耶穌得永生 是真的 這是聖經的真理 恩信清義是聖經的真理 不過這不是唯一的真理 因為有些人說 我信便可以 犯甚麼罪都不要緊 總之我信 我求耶穌赦面便可以 那我犯了罪都不要緊 求主赦面 但聖經說到 在審判的時候 不僅是你信耶穌 因為信耶穌一定有改變 而聖經清楚說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我們看到馬太二十四章 審判是甚麼呢 有三個比喻 十童女 案財幹受審判 五千、二千、一千兩銀子 第三個是綿羊、山羊 十童女是否有油 油可能代表救恩 或者聖靈的同在 第二個就是 那些仆人 五千、二千、一千兩銀子 有沒有用到 我們有沒有用到生命 沒有用的 就要 哀哭切齒 放在黑暗裏面 哀哭切齒 這不是天堂 有些人說 有天堂、有地獄 還有哀哭切齒 但聖經是沒有這種觀念 所以這就是地獄 即是他沒有使用他的生命 我們得救是完全是本乎因的 但是得救 因為神同在永遠有改變 不會停留不動的 他有改變 他有改變的人 那些人就是得救的人 但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要很清楚 不是靠行為得救 永遠是依靠耶穌做我們救主 但依靠之後 我們生命會有改變 即是說 有些人說信耶穌 他又回到教堂 不過他沒有用心裝在 他沒有跟從耶穌的人 因為他也是要審判的 大家都熟悉馬雅 尾向福音三章三十六節 在和合本的翻譯和原文是有分別的 在和合本的翻譯和原文是有分別的 那裡說什麼呢? 後面的字是不同前面的 沒有跟從主的人得不著永生 有些人以為這群信這群不信 不信就落地獄,信就落天堂 而是信而遵從神,那些人才是天堂 即是那些五千、二千、一千兩銀子 是用他們的恩賜 第三個比喻是做在弟兄身上 沒有做在弟兄身上,便進入那位魔鬼和使者所預備的永火 所以很清楚地說到 沒有做在弟兄身上,沒有祝福人的時候 祝福人不只是說到世俗的祝福 而是會將福音帶給他們,鼓勵他們,堅固他們的信心 如果沒有這樣做的人,便是這些審判的人 他們便會在耶穌降臨時有一個審判,亦是在哀哭的時候 即是同一次的 所以其實聖經是重複說末日 為何要重複說呢? 這是一個可能的解釋 這個可能的解釋 約翰上天上,看到第一個議障 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 一直這樣看下去,不是代表第一個議障 之後就是第二個議障 而只是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末日的時候 所以這裏是用快廉刀的情況來形容末日的時候 好,大家有問題想問嗎? 這段經文我們看到甚麼呢? 第一件事是說到十四萬四千人 經文所說的是肯定在天上,不是在地上 不過這些人是甚麼人呢? 是有一些爭論性的 不過這個意思應該不是指導他們完全沒有罪 而是一個比較上很追求聖結 很追求服侍神的一群人 這群人就是十四萬四千人 而這個數目未必一定是絕對的數目 未必,但我又不會說一定不是的 我也不知道,或者真的只有十四萬四千人也未定 總之,應該甚麼時代都會有數目的 不會說以前已經滿了,十四萬四千人 你現在沒有份,你怎樣愛著也沒有份 我覺得不會的,每一個時代都有數目的 我希望大家也會渴望在十四萬四千人之一 接下來就是有三個天使宣佈 然後就是有這個人子坐在雲中用快年刀來收割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愛主的人 他們跟神的關係密切 以及神給我們警告 以及將來人都是要面對審判的 我希望大家個個都活出神的樣式 有很多人是邊緣的 甚麼是邊緣呢? 他們說信耶穌,不過他們經常都在罪中 他們又會求耶穌赦免 但他們到底求耶穌赦免有多認真呢? 他們也不太知道 即是說,耶穌我罵了人 但他們又繼續罵 那些人在邊緣 他們真的有求耶穌赦免 他們仍然得救 不過很邊緣 因為他們經常繼續罵 他們又偷錢 他們又求耶穌赦免他 到底能否得救呢? 他們又傷害人 他們又犯奸淫 他們又求耶穌赦免 到底是否得救呢? 我們不能夠 有些人我們看得很不能夠絕對肯定 但有些人很肯定 因為他們真的滿有神的生命 他們很愛主給神改變 這是很肯定的 有些人很肯定不得救 因為他們對神根本完全沒有心 而有些人會說信耶穌 不過信得來 軟弱到很難看到 他生命的表現 我希望大家看到這樣的人 你也會鼓勵他 不只是叫他 你去地獄 而是說多一些神的愛給他 神很愛你 你親近神悔改 神很歡喜 你祷告神很歡喜 你遵從神 你侍奉神 神一定很歡喜 神一定賞賜祝福你的 所以你做在主身上 主一定今生祝福你 來世得永生 你想不想和神有密切關係 但是你用神的恩典來鼓勵他 神很愛你 好 在這個時候 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 我們一起祷告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可以站起來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能夠有人成為這十四萬四千人之一 我們祈禱求神 幫助我們有這個心渴慕神的心 我們當中千萬不要有人在快念刀之下受審判 而是真是神所喜悅的 我們在神面前悔改求主赦免 我們也致給我們愛主的心 叫我們不要跟從魔鬼的道理 不要跟從世俗的道理 而是跟從耶穌基督 將一切重淡交給神 神就會祝福我們 也是這樣的 我悼聞不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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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解 我還不用禁風 所以我之前做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